悟空闹电影细说不胡说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怪谈百物语系列故事无尔方一 这次主角道三带着女儿来到一户人家做法事 却扬相百出 直接给赶了出去 漏偏逢连夜雨的被困在了一所破庙里面 到了一个四处流浪的老人 闲来无事 几人开始聊天 老人便说了一个恐怖故事来打发时间 故事发生在五百多年前 某一天 一个偏远的村庄里来了一个穿着破烂的盲人 一开始村民们都很嫌弃他 没想到他弹的一首好琵琶 唱歌的声音也很好听 逐渐受到村民的欢迎 连有钱人和官员都请他去表演 他逐渐靠着一技能为生 在村子里安了家 邻居阿西姑娘对的是相当的照顾 可是无论婚子在手 方一从来都不肯透露自己的过往 某天晚上突然有个武士来找他 说有一位特殊的公主邀请他说唱 要他即刻启程 这大晚上他本来不想去 但武士的态度非常强硬 方一只好随他前往 到了府邸之后 公主听说他很会唱平家物语 连鬼听了都会哭 于是命令他唱这一首 方一表示辞语很长 一晚上是唱过完的 于是公主便要他连续六晚都来说唱 方一也只好答应 果然唱得又淒美又哀怨 在座的人纷纷落泪 后来武士把他送了回去 特地的提醒他不准告诉别人 也不能中途爽约 如果不遵守规定便会丧命 方一害怕的答应了下来 还每天加紧练习 可连续唱了两晚之后 他感到疲累不堪 毕竟已经不能天天通宵熬夜的年纪 之后到了第五天 他直接发起了高烧倒下了 阿西是又心疼又无奈 赶忙来照顾他 阻止他出门 方一不小心说出 自己不去就会没命这样的话 阿西听完整个人都懵了 哪有这样的客人呢 把他安排躺倒 自己又去买药 当晚武士又来了 丝毫不怜悯他身体不适 还拿出刀来逼迫他出门 而这一幕正好被阿西看到 便很担心 跟着他看看究竟是怎样的客人 半道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一起身 方一就不见了 一个瞎子 不能走这么快的呀 后来追寻着歌声才发现 方一竟然在一处坟场说唱 四周全飘着鬼魅 他们都用仇恨的眼光看着他 还有各种火影 仿佛在战场上一般 这方一不得病才怪呢 阿西吓得大叫 后来方一向他坦白 自己曾是平家的武士 缠住他的鬼魂 都是平家的后裔 原来在几年前 有两大家族不停的争斗 方一就属于其中的平家 在最后的大决战前夕 主公知道自家军队打不过对手 便命令方一保护公主逃亡 已留下平家唯一的血脉 将来在四季重整家业 但是后来平家惨败 除了这一小队人马之外 全军覆没 很快他们也遭受了伏击 伙伴们一个个的被杀 只剩下方一和公主两人 到处逃命 而十五也快要见底了 最后时刻 公主看出了他的贪生怕死 虽然名义上是为了保护他 不得不抛弃同伴 但是每次他都可以说 是对其他人见死不救 公主愤怒的骂他是个胆小鬼 不想像他这样苟且偷生 终于封一愤怒起来 脑子一蒙 竟然杀了公主 之后他为了活下去 拿着公主的头颅 想向敌军邀功 不料敌军主将 却很瞧不起他这种 违背主公命令 卖主求容的家伙 便毁了他的眼睛 让他留住性命 然后一辈子活在屈辱之中 之后便成为走畅的琵琶师 他一直苟且偷生 现在平家的冤魂们 找上门来了 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 阿西却很能理解 每个人都希望能长久的活下去 觉得芳衣所受的苦 已经够多了 便把他带走一处寺庙 想让得到高森塞的身上 写满经文 这样王灵就无法 看得到他的肉身 只要能安全的度过今晚 就不会再被王灵所困扰了 僧人还告诫他 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能出声 因为一旦出现声音 王灵就会找到他 很快到了夜晚 武士果然来了 他也不遮遮掩掩了 直接以死去时的模样现身 让芳衣给公主陪葬 却看不到他 在房间里四处翻找 以为他逃走了 异常的愤怒 就这样的离开了 这时却传来了阿西的声音 让他给自己开门 芳衣疑惑起来 大师明明说过 他不能来到这里 但还是打开了门 没想到 却是公主假扮的 他愤怒的想要把他带走 芳衣虽然害怕 但仍然不会出声 想着这样就不会有事了 周围的鬼魂越来越多 公主也不停地数落着他的罪魂 他害怕的冷汗直流 一不小心就把耳朵上的 睛门给擦掉了 公主很快就发现了 漂浮在空中的耳朵 准备要他偿命 芳衣不停地求饶 只要让我活着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公主却流出了血泪 疯狂地笑了起来 既然你这么想活着 那就把平家的故事 永远地传唱下去吧 之后 他没有把他带走 只是命人扯掉了他的耳朵 镜头一转又回到了破庙里 雨终于停了 几人就此分开 这时道三才发现 哎 这个流浪汉的眼睛是瞎的 耳朵也受伤了 还背着一把琵琶 妥妥的就是方衣啊 原来他因为被公主诅咒 永远不能死亡 必须不停地向世人传播 评价的故事 刚才的一切都是他的亲身经历 可是拖着这样的身躯 永远活着 似乎比死亡要更加煎熬啊 真是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好了 本期的